買到 安仔 我們住的櫻花, 真是不用捱杯麵 還好說, 我一個人肚子餓 又不願意去買東西吃 連外賣也懶得喊 有好消息 是 安仔他寄了一些明信片回來 不如我們再看完再認識 是… 慢點 夠了, 夠了 你們真的不准看完再認識嗎? 他每天打幾天的電話 又寄了明信片回來的 你們真的不像掛著安仔 飛走頭那幾天都掛了 但現在他不在這裡 少了一個人欠東西吃 又少了一個人欠廁所 還可以的 又欠了火食費 還有水電煤費也欠了不少 最重要是少了一個人做蠢事 話說回來, 他整個星期 都沒打過電話回來 看他寫什麼都好 好… 不是吧? 相信大家收到這張明信片的時候 已經和我失聯超過一星期 很擔心我 其實吳黃大這一邊的網絡 發生問題故障 那暫時不能上網和打電話嗎? 雖然只是小問題 但葉旺大人做事的節奏 估計最快要兩個星期才會剩下好 在這段時間 我只能寄信和你們聯絡 但由於郵局迫爆 所以下次收到我明信片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星期後 那這次是阿火安仔一個人在那邊 電話又不能打, 上網又上不了 他能不能上網才能取得他命 難怪我最近打電話不斷電話 他豈不是只能對著同好處和荒木多郎? 要不就這樣, 我飛轉過去找他 好… 什麼? 唯一飛是吳黃大的航空機官網死了? 即是買不到機票而已 大妹, 吳黃大現在沒有網絡 沒有簽證, 沒有機票 你怎麼去?難道游泳? 明信片給你, 什麼給我呢? 這封信就給我了 一定是傻子, 又入錯信封了 怎麼這樣? 安仔說這星期不可以跟家人聊電話 跟叔叔一定很寂寞 叫我和你多點上陪他們 我這星期很不空 我這星期有空, 我去吧 來, 老兄… 你別管了, 別管了 買到一代二代要自己拿這麼慘 沒辦法, 生春也是女兒 每個人都幫不上忙 怎麼像我兒子那樣, 幫到我 不要這樣 我孫子也有了 在哪裡? 你… 他也不管你了 你… 什麼? 安仔不在, 怎麼樣? 跟叔叔還有我 朱領, 跟叔 你買東西幹嘛不叫我? 來, 讓我拿… 雖然說安仔不在香港 但是我還有一個半邊孫 朱領來孝順我 是呀, 半生孫子 不是自己的 怎麼跟我這個姓慈的慈孤定比 真是… 喂, 老闆 是, 可以了, 就這樣, 再見 老闆, 老闆急叫 你先拿東西回去吧 再見 你這個臭小子, 這樣對老闆? 是呀, 姓慈的慈孤定 好像老闆比老闆 你…好厲害 是呀 你出去玩玩啦 不用呀, 安仔不在 他又打不來電話來給你們 那就由我暫時代替安仔 聽個電話吧 是嗎? 是這樣嗎?那我自己搞定,是這樣 什麼事? 家的熱水爐壞了 爸爸說受性換了它 順便裝修了廁所 叫我這個星期自己找地方住 那你爸爸和TT呢? 他們剛好出了旅程 朱令,如果你不嫌棄,不如來我住 你可以睡在安製的房間 可以嗎?可以 這樣嗎?這樣就打擾了,甘心 不打擾了…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朱令 你們別耍我,這個禮拜真是多多指教 打擾了 你不用客氣 你以為你真的因為家裡裝修 所以搬過來嗎? 明明你就是想代替金城安 陪爸爸和我們 朱令真是夠乖,夠朋友 你有什麼不習慣,跟我們說 怎麼不習慣呢? 你也不是沒收留過我的 再說,飯菜已經涼了,起碼起碼… 好… 朱令,多吃一點 這道是爸爸新煮的,你嘗嘗吧 是… 話說如果你不適合吃的話 我們可以叫外賣給你吃 是… 不用太遷就我了,不用太客氣 這樣也不太好,對吧? 其實我還是想你們當我安仔 有說有笑才像一家人 你真的這麼想嗎? 雖然我當你是半個孫子 但是過門也是客氣 所以剛才煎了那些雞翼 我也不好意思出來招呼你 煎了那些雞翼而已,很正常 要不要收藏,拿出來,夠香口 我適合吃的,別浪費 好… 朱令,我再多問你一次 你真的想我們當你好像安仔 是呀 這樣就對了 其實我們全家都不喜歡吃西芹 麻煩你和今成我一樣 全都在西芹 好… 好,來… 朱令,你也和安仔一樣 喜歡吃西芹雞樓嗎? 是呀 歡迎成為雄家一笨子 媽媽,住得慣不慣? 又不是沒住過,怎會不慣呢? 始終是人家的家 我叫他們當我是安仔之後 他們真的當我家人一樣 你叫他們當你是安仔? 是呀,有什麼問題? 沒有,不過我總是覺得 其實你叫他們當你是安仔 不是一件好事 朱令,吃不吃糖水? 好呀 你想多了,就這樣,不談了 不是吃糖水嗎? 我去廚房幫大家頓 慢著…廚房哪裡有糖水的? 等你到街上買 我到街上買?我洗澡了 洗澡了,就再洗澡了 快點,大妹就來走了 我要雜果茶、雜黑糯米酒 西瓜、菠蘿、芒果 我們要紅黑,四份紅豆,六份芝麻 對 朱令,我勸你寫下它吧 它們很閉嘴,你記不記得 但是我有工作的照片 一定要今晚收拾我 我打算可不可以…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在看電視 朱令 又說你叫我們當你是安仔 我們平時吃糖水都是安仔下去買 你不是托我們手渣嗎? 不是,也對,我這裡最小 叫你買不是因為你小 你其實真的可以說不 但是是你叫我們當安仔對待你的 不是,我還可以的 你說可以就行了 是,我還可以的 哥哥,你坐了大半小時了 你家人是否來的? 他們差不多到,這邊… 朱令,你這麼自私 一個人這麼早下來也不說聲 怎麼搞的?朱令,真是太封口了 你叫我多戴衣服?大學這麼搞的 不,生日真是太封口了 各位街坊,特價見心出爐了 特價見心出爐了,快點拿 交給你了 當然是你… 不好意思…謝謝… 很開心 油炒我敗家, 絕對 師傅, 我在刷牙 我磨了 那你介不介意讓我刷牙才磨呢 你… 這麼厲害 有靜光小姐吃 真棒… 你大傢伙 那我不怕你了 朱鑫, 你以後要學習如何搶東西吃 坤叔, 你真的不覺得有問題嗎? 有嗎? 朱鑫, 你今天不用上班 不如你幫我做一點點事吧 好, 沒問題 看著… 有靜光小姐, 謝謝… 不餓, 下次再見 謝謝… 小心點… 好… 朱鑫, 這些貨物都齊了 你跟我去一趟團廠 還有東西搬? 有 不過跟叔叔, 你先跟我說 都是幫你做一點點事 不過原來我幫你做了一整天免費工作 記得做一點點事你就叫累 安仔就是幫我做事, 做得這麼合適 忍一下吧, 你要代替安仔的 我一龍罐頭鮑魚, 免費試吃 是完全免費的 想試吃的, 過來排隊 是嗎? 跟叔叔, 我跟叔叔還有很多單位菜 是呀…很多… 靠你了 朱鑫, 不要理他們 幫我拿免費鮑魚 好… 謝謝… 很香, 跟叔叔, 趁熱 趁熱, 當然要留下來今晚做菜 朱鑫, 你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幹什麼? 不要扔… 我扔, 為什麼? 我剛才跟小鑫拿了衣服, 你趕快替我換 為什麼? 以後弄亂頭, 再多排一段 再排一段? 是呀… 謝謝 剛才拿了他了 那你也認得到? 其實我幫人拿 沒人認識你, 你就裝作 這樣做真是不暗, 真是浪費 貪心得死, 走… 哎呀, 跟叔叔一定不會認你 他認了你, 他就不能自己排 以前他都是用這招騙阿安仔的 你記住, 不要再上當了